三個半夜有人情緒失控 大喉大叫 附近鄰居全都驚醒 往窗戶樓下一看 大批警銷已經迅速到場 團團包圍公寓所有出入口 誇張的是現場還瀰漫著 一股濃濃的瓦斯威 沒人家說 你是不是在家說不出事啊 美國情侶群的老父親 拿著大聲工 試圖安撫兒子情緒 警銷也在一旁匕首畫腳 直到心臟喊話 但男子依舊非常激動 我現在住心臟 當場不要罵三字禁 與警方隔空對峙 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最怕情況越演越烈 員警直接上樓逮人 並在他家裡發現兩匹瓦斯桶 瓦斯桶早就被開啟 直接放在客廳櫃子前面 瓦斯位遍布整棟公寓 嚇壞父親鄰居 全部都車隊到對面公園 到一兩點都沒辦法睡覺 太恐怖了 鄰居實在好無奈 因為男子一年多前 才搬來跟父母同住 但是半年以來 卻時常情緒不穩 沒想到這次又惹是生非 事發就在28號深夜 11點多新北市行莊區 當時賴性男子跟家人吵架 從廚房搬出瓦斯桶揚焉引爆 警銷貨半後 出動十二名快打警力到場 卻發現對方將大門反鎖 就怕發生爆炸 立刻疏散全棟住戶 並在門外進行勸導 對峙將近兩個小時 最後趁嫌犯開門知己 一舉逮捕壓制 好啊 從你你先呢 任命員警前後借戶 將男子帶下樓送上警車 就怕會發生意外 大門口也放著單架 做好萬全準備 所幸警方成功化解危機 否則王思通一旦爆炸 後果恐怕不開設想 近新聞公開網路的玉琳傳播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